新冠感染以后咳嗽了往往是最常见的症状 就是因为病毒和我们的免疫力作斗争以后 我们的黏膜水肿 然后呼吸道的黏膜水肿 然后免疫系统杀死病毒以后留下了分泌物 所以刺激了我们咳嗽 一般这个症状 绝大多数的人的咳嗽症状 一周左右就能缓解 或者消失 那么也有一些人在转阴了 感染控制好了 自己基本治愈了 还会残留一些咳嗽的症状 这个咳嗽一般来说是持续一周到两个月 大部分的人两个月之内会恢复 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 他持续的时间不太一样 持续的时间不太一样 那么有的人可能就一两个礼拜他就好了 没感觉了 有的人可能要一两个月 甚至极少数的人会持续到三个月 绝大多数的人一两个月好 那么为什么说已经转阴了 新冠感染已经控制好了 还会咳嗽呢 为什么还会咳嗽呢 就是因为感染了新冠病毒以后 黏膜上皮 他受到了损伤 然后我们的咳嗽的这个末梢神经就长在这个黏膜上皮里 那么黏膜上皮受了损伤以后 疾病好了 但是呢 黏膜上皮还要修复 那么修复的过程中呢 就像我们什么东西坏了 我们修复他 那么他也有一个完全正常 还需要时间 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 你就会老觉得这个喉咙痒痒的